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讲到改过之方 谈到要发支持心 其次要发微距心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主 不但是要微距天地归神的检查 同时也要微距一般社会舆论的职责 今天我们继续看下文 不为事业 一些上层弥天之物又可悔改 这是改过自新的理论一句 人只要缓有一口气 一生当中造作再大的罪恶 都能够悔改 古人有一身足 临终悔悟 发以善念 随得善终之 这是局出证据来给我们说明 这样的例子 古今中外都很多 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 你就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夜生造作极大的罪恶 真正忏悔 这个业障就能消除 这个道理在哪里 实在说 这个理太深太深了 不是反复能够理解的 不但反复不能理解 佛在经上讲 二臣甚至全教菩萨 都没有法子理解 为什么呢 这个涉及到虚空 发界宇宙的来源 生命的起源 众生的起源 涉及到这些大道理 佛在《楞严经》上 讲得很透彻 很明白 所以古时候的中国人 赞叹《楞严经》 说它是开智慧的论言 成佛的法华 我相信这两句话 许多同修都听说过 《楞严经》 《楞严经》 回头是《楞严经》 这个道理底下就说到了 为一念蒙利 这个蒙利两个字非常重要 足以提本念之物 下面举个例子给我们说 比如千年幽谷 这个我们在现在旅游当中 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言动 中如实动 那就是千年幽谷 一灯才照 这千年暗 举处 我们点一盏灯进去 千年的黑暗就破除了 故不能久尽 唯一改为归 这个过时就像黑暗一样 只要一盏灯就能把它照破 这一盏灯就比喻智慧 比喻觉醒了 我真正觉悟了 过去所作所为是错误的 一念觉 一念真智慧先前 罪就消了 但是这一念觉 这一念智慧 非常难得 非常可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迷在情欲里面太久了 时间太久了 无量借来就迷在情欲里头啊 生命是永恒的 生命不是短暂的 是永恒的 我们的生命很短暂 我们的精神长存 在佛家讲啊 我们有法身的慧命呢 那是永恒的 所以 无量借来 生死轮回 迷失了 迷失了 于是 盲目 无知的 执着 这个身是自己 贪图 五欲六成的享受 造作 无量 无边的 罪业 这才造成 这一生当中 世事不如意 造成这一生当中 许许多多的苦难 我们要想 去疾避凶 首先 就要知道 改过 改过 廖凡先生 把他自己的经意 在这个地方详细 为我们说出来 特别提醒我们 只要一口气还在 只要肯改 再大的过时 都能够消除 借着他说 但是 尘是无常 尘是凡间 不但 我们这个 生命无常 过途 也是无常 佛在 八大人觉经 一开端 就告诉我们 世间无常 过途 违随 这两句话 是真实的警告 世间无常 刹那刹那 在变化 我们这个身体 很容易失掉 人生 难得 而一世 一口气不来 这一生的生命 就结束了 这个时候 你想改 也没有办法 说 与改 无有意 明则千百年 担负 卧名 所以 孝子 辞孙 不能 喜提 那么 这就世俗 而论 你造作的 卧业 造的太多了 你的卧名 流传到 后世 后世人 听到你这个名称 就生 厌恶之心 像在中国历史上 我们 一般人 从小念书 都读过 宋朝的勤愧 这一生 作物多端 千百年来 留下的 骂名 他的儿生 在校 也没有办法 帮助他 喜提 这是一个例子 幼子 千百年 沉沦 月报 所以 圣行 佛菩萨 不能 援引 物德 不威 这怎么不可怕 世间 流的 骂名 是一桩非常 不荣誉的事情 现在人常说 荣誉是人的 第二生命 大家把荣誉 看得这么重 其实 这个 还在其次 最严重的 是来世的 国报 卧业造的太多了 所以 实物 无逆罪 佛哉经上 时时刻刻 提醒我们 这个罪业 是多阿比地狱的 那么说到地狱 那是非常 恐怖的 佛在 地藏 菩萨 本愿经里面 说得很清楚 造作 极重的 罪业 感到地狱的 苦暴 地狱从哪里来的 往年 我初学佛的时候 朱金周老 就是给我 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是真的 是他的岳父 张太炎先生 那个时候 住在北京 他曾经 有一段的时间 被东越大帝 秦虚 做叛官 那么这就讲到 鬼神了 他真的有我 东越大帝 在中国的山东省 泰山 他管辖的区域 有五六个省份 这个管辖范围很大 这个地区里面的人 生死 急凶祸福 他都在掌理 判官的地位很高 相当于秘书长 他请张太炎先生 就担任这个工作 张太炎先生 他说 晚上 这个小鬼就来了 抬着轿子 那个时候没有车 抬着轿子 请他上轿 他就上班了 第二天早晨 天才亮的时候 他就下班了 就把他送回来了 他日夜都不休息 白天在我们人间办公上班 晚上要到轨道里上班 那么他也常常 把他在这个轨道里头 这个夜间的所见所闻 给些朋友们去说 那么有一次 他就讲到 他就问这个阴洛王 问这个东洋大帝 阴洛王比东洋大帝还要高一级 他讲 这个地狱的刑罚 有一种叫炮弱 炮弱是把这个铁柱烧红 这个是罪人的时候 抱着这个柱子 用这种行 张太炎说 这个刑罚太残酷了 希望东洋大帝能够大发慈悲心 把这个刑罚废除 东洋大帝听了这个话 点点头也没说 他说你先去参观一下 你到刑场里面看一看 于是东洋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 带他去参观现场 他就去了 去了道路面之后 小鬼就告诉他 他说这就是现场 你看他看不见 于是才恍然大悟 原来地狱里面的刑罚 不是炎弱王射的 不是他射力的 他就不能废除 这个刑罚从哪里来的呢 是你那个卧业里头 变现出来的 就跟人做梦一样 做卧梦一样 自作自受 不是别人做出来给你受的 他恍然大悟 以后再不提了 他在小的佛经里面 讲的道理真实啊 所有一切境界 乐的境界 欢乐的境界 痛苦的境界 无疑不是自行变现的 这就是佛在华严经上所讲 一切乏了 包括天堂地狱 一切乏了 唯心所现 唯实所变 心是你自己的心 实就是你造作的善我业 所以你的心善 你的心善 显出了境界 自然是至善美满 你的心物 念头物 行为物 显出了境界 自然是灾难 所以天堂是自己心变现的 地狱也是自己心变现的 我们现前这个生活环境 还是自行变现的 可是有人就说了 我的心怎么会变现这个境界 这的确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什么是心 心在哪里 心上 心像什么样子 这个在佛教是大问题 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换一句话 你什么问题就解决了 这叫从根本上解决 这个问题 在楞严经上 所以说开智慧的楞严 没有错 楞严经一开端 释迦牟尼佛就给阿兰尊者讨论 真心忘心 心在什么地方 心是什么样子 心有什么作用 那个经文就太长太长了 经有时间讨论这些东西 所以禅宗将 若忍舍得心 大地无寸土 这一句话的意思 一个人真正把心搞清楚 搞明白了 世处世间 所有法 你都通达无碍了 这是真的 所以 一切违心造 一切法 违心说变 因此 我们不能不害怕了 地狱境界先前了 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 能不能度你了 如果你正义不悟 地藏王菩萨再慈悲 也帮不上忙 佛菩萨 佛菩萨确实 常驻地狱 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苦口婆心地教化 受教的人一定要救 一定要能信 能解 能行 他才有机会脱离 地狱的苦报 然后 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 不断向上提升 所以 佛的恩德是跌宕 超过父母 父母对我们的恩德 一生一世 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 是深深事实 永远不相舍利 我们造作再严重的罪恶 他也不会舍利我们 这一点实在讲太伟大了 是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 再看下文 第三 续发永心 永蒙静静 改过自信 说到改过 了凡先生提出了三心 这个三心 我们必须要记住 第一个是支持心 人不能不支持 第二个是敬畏心 第三个是勇猛心 你要能具足这三种心 改过就不难了 他说人不改过 都是英勋退俗 英勋就是得过且过 骂骂糊糊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不认真 这个就你的故事 就很难了 很难改了 退缩就是退转 这就是人 为什么不能改过 多少人想改过 而改不过来 就是英勋退俗 这四个字 障碍诸了 说无需愤然振作 不用迟疑 不凡等待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勇猛心的样子 什么叫勇猛呢 要振作起来 绝不怀疑 立刻就改 不要说这个故事 等待明天吧 等待明年吧 那你永远没有办法改过 立刻就要改 当下就要改 小者若忙此在肉 俗语决涕 大者如毒舌逆之 俗语斩除 无丝好凝迟 此凤雷 所以为业 小的过失 就像刺 这个刺 刺在我们肉里 赶快要把它剔除 这是我们有经验的 大的过失 就像独独 咬了我们的指头 这个时候 立刻就要把指头斩断 如果不斩断 这个独独攻心 人就要死亡 这个时候 决定没有犹豫 当即裂断 无丝好一致 这是风雷 所以为业 这个风雷是 《易经》里面的卦 取它的现象 风吹雷动 春天的现象 万物生长 所以他有疑 疯了疑 再次的形容 当即立断 勇猛改过的 这种象状 这居士三心 则由故事改 如春兵 欲日 活欢不消乎 改过必须具备 这三种心 然后 由过 你才能够改 底下 两句话 是比喻 比如 春兵 春天的兵 遇到太阳了 太阳出来 冰就融化了 把这个兵 比喻做 物业 把这个太阳 比喻做勇猛 勇猛改过 你这个故事 自然就消除了 然而 人之过 有从四上改者 有从礼上改者 有从心上改者 功夫不同 效应一 那么这是说到 三种效果 不同 有人从四上改 有人从礼上改 有人从心上改 但是诸位要知道 都必须要居足 前面将的三心 没有三心 无论从哪一方面 都没有法子下手 都得不到效果 下面呢 再分别给我们说 先将从四上改 如前日杀身 今皆不杀 前日努力 今皆不怒 此就其事而该之之 强制于外 其难博备 且并更终在 东灭西身 非究竟固然之道也 那么这是先将 从四改 从四改 哪哪 这是一种强制的行为 一命把它制止 这个地缺是有限度的 它有个保护点 感恩的不彻底 举着一个例子 譬如从前杀身 现在你发心持戒 你去守戒 守五戒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你发心持戒了 那么这个五条件 都是断除自己这五种习气 习气太深了 要断掉非常困难 你现在就不杀了 你这不杀能支持到多久呢 从前喜欢发脾气 喜欢骂人 现在戒除 我不发脾气了 举这个例 这都是从私上改例 这是一种强制的行为 很困难 并根总在 为什么呢 贪嗔吃慢是并根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断除 所以境界先擒 它又会起先擒 有一些人 善根深厚的 还能够强制得住 善根薄弱的 往往遇到大的逆境 它就没办法控制 小的逆境 它也能控制得住 大的就不能了 下面说是 东灭西深 非究竟果然知道 这个果然知道 就是彻底拔除的意思 没有办法彻底拔除 那么这从私上改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学佛的人很多 都有善心 多有善心 多想改过 大家发心的 去收起 受了戒之后 又做不到 我遇到不少人 法师 我受了戒 现在都做不到 又犯戒 又破戒 怎么办 这个死是难 其次呢 廖帅教给我们 从理上改 理论 这个功夫 比前面要提升了一层了 善改过 这善是会 会改过的人 未见其事 先明其理 比如 我们要想 不杀生 不杀生的事 我并没有断 还没有断 先要去了解 为什么不杀生 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如果在杀生 我们的故事 有杀生的故事 几十月 这个死要常常想 上帝好生 勿解烈命 煞笔阳极 其能自安 我们在从前 没有人教导我们 我们疏忽 从来没有想起这段事情 到我们接受圣贤教诲之后 我们听到这些教训 常常放在心上 确实 上天有好生之德了 所有的动物 哪有不爱惜自己生命的道理呢 连蚊虫蚂蚂蚁 都贪生怕死 我们要想杀它 来养自己 我们的心能安吗 如果反过来说 人家杀我们 去养它 我们能甘心情愿吗 常常想这个道理 切笔之杀也 你再想想 动物被屠杀 那个时候的状况 祭兽图歌 附入顶货 顶货就是放在锅里面去煮 这种痛苦 撤入骨髓 我们如果摄身除地 来想想 如果这个动物收获 我被人杀了 然后被人去煮 而被人吃了 极致洋溢 正高奴隶 事故皆空 我们常常想这个 我在26岁遇到这本书 读了之后 我是非常受感动 所以我从开始解除 大概是六个月之后 我就速食了 我常常想到 不忍心吃种生肉 想想这个状况 太可怕了 那么再想想的古报 尤其是韩兴 早年 我的家父在世 他是一个职业军人 抗战期间 我们家里面 枪支就很多 我那个时候 我还记得很清楚 这个长短枪 我们家里大概有八支 他喜欢打猎 我们小的时候 跟到父亲去打猎 天天有野味 打回来吃 可是抗战胜利之后 他死的那个状况 就跟地藏经上讲的 完全相同 他疯狂了 他疯狂了 看到山 他就往山上跑 就跟野兽一样 样子完全像野兽 看到水 他就往水里下转 佛在经典上讲 杀身的果报 我亲自看到 所以想到我父亲生病 到这个死亡 那个状况 我非常恐惧 我自己也打了三年猎 也杀了不少生 所以想到这些情形 读这些书 我再也不敢 我从二十六岁开始吃长素 放生 赎过 过去杀身的 这个罪过太重了 所以我学佛之后 我只做三串事情 印金 给阴光大使学 放生 消除我杀身的罪业 再就是布施医药 看到有很多人 这身病很苦 穷人 没有能力买医药 我每个月捐一点钱 这个布施医药 我就做三串事情 很简单 很单纯 这个地方 文字讲得好 极致洋液 这是讲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习惯 正高罗列 就是你的菜油很丰富 你有没有想到 舍过极空 我们 贪图 美味 为谁来贪图呢 我们这个杀身吃肉 为谁呢 能够辨别滋味的舌头 舌头不够三寸长 哎呀 到喉咙底下 就不知道味道了 为了三寸舌头 满足这个三寸舌头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不值得吗 这个道理 这个事实 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想过 如果说素食没有营养 素食妨碍健康 我可以跟大家做证明 我素食到今年整整五十年 我一生当中没有生过病 确实是健康长寿 我的体力不衰 健康状 健康状况 能够长久的保持 什么原因 素食 实在讲 我对于养生这种事情 非常含糊 没有讲究 真的是不懂得 我一在身体上遗憾的 就是牙齿不好 我的牙齿没有掉 都是好牙齿 就是牙齿还不够标准 什么原因呢 不懂得保护牙齿 我到前年 有一个同修 带我看一个牙医 替我洗牙 那个洗牙的 那个医生就给我讲 我的发誓 你的牙齿很不错 保持得很好 他说这个是你得利于素食 七十多岁 别人牙齿都不行 都比不上你了 他教我保护牙齿 每一次吃完东西之后 一定要漱口 要刷牙 不要用牙膏 牙膏只要用 早晨跟晚上用两次 平常多漱口多刷牙 我这个不懂 我在过去 只是早晨刷一次牙 晚上都不刷牙 所以对牙齿没有照顾好 如果我要早遇到这个医生 年轻的时候 我就懂得保护牙齿 我现在的牙齿 大概会跟二三十岁人一样 所以这医生告诉我们 要好好的保护牙齿 我这个已经算是很好了 不够好 所以现在我懂得了 你看我每一次吃东西之后 我立刻就刷牙 缩口 牙缝里面 确定不能有东西存在 那个是很容易带细菌 牙齿好 我们的消化系统就好 人就不会生病 素食对于健康 大有好处 特别是中年以后 中年以后 不知道在饮食上 社生 对于你晚年身体健康 会有很大影响 那么这是从这个影响起居 我们一般讲卫生 世间人都懂得讲卫生 可是环游重要的 大家俗活了 那是什么呢 卫心 信是好的性情 它会影响胜利 所以伊斯兰教 会教 他们的饮食 有很多规矩 有很多东西 他们都不吃的 我曾经研究他们的教义 为什么不吃呢 原来那些动物性情不好 凡是性情不好的 一些动物植物 它都不吃 为什么呢 怕影响自己的心情 它懂得 为信保护一个好的情绪 我们今天讲情绪 这就比一般人高明 以后我读佛经 佛更高明 佛讲三条 除了讲求卫生 除了讲求卫生 卫心 还讲求卫心 保护自己的慈悲心 保护自己善良的心 所以不吃一切众生肉 这个有道理 佛家确实通勤大理 我们一般人讲 他使教学或情或理或法 他并不是一尘不便 荤不是肉,肉叫心 佛教叫荤心 这个要解除的 肉类是属于心 荤是指五种 这五种菜 葱是一种 大蒜 小蒜我们叫焦头小蒜 韭菜 洋葱 这五种东西不吃 为什么不吃呢 这五种东西深吃 刺激身体 容易发脾气 为这个原因 防止你少发脾气 少冻肝火 所以接触 熟吃 这个东西 能够产生 这个荷尔蒙 容易引起性冲动 是这么个原因 不是别的 但是 如果用这些东西做香料 这个配在菜里面 这个可以 为什么呢 它不起作用 所以一定要懂得 佛家 列法 这些戒律的真正用意 这所在 你说佛家 在戒律里面 戒酒 五戒里面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不饮酒 那么佛说 酒本身 没有过失 酒醉了 怕你干 啥到淫妄 所以酒是防止的 本身 没有过失 这个我们要懂得 但是在做菜里面 用料酒 这个没关系 这个料酒 你就想到 它不会醉 所以佛家制定这些法 通勤大礼 尤其是酒这条戒 开源很多 开源就是 开戒不是饭戒 在某一种时期 可以饮酒 这个戒经里面讲 七十岁以上 身体健康状况差 血液循环 缓慢 每一餐饭 都可以饮一杯酒 帮助血液循环 当药用 中药里面 有很多是用酒做药饮 通通都许可用 所以他不是说 什么都不能用的 现在有很多人持戒 对于这些小小戒 也持得很严 重要的戒的时候 就马虎了 这个错误 完全搞错了 所以这些事情 要不能仔细去辨别 人就会死在戒条之下 那就什么都行不通了 所以有人说这个戒条是杀人的 那是他错误了意思 死在戒条的确确实实 是一般人所说的 他不知道佛家的戒律 和和破破 这戒律 这戒律开戒吃饭 一定要懂得他的精神 懂得佛为什么治这条戒 这条戒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当如何运用 什么情况之下 怎样运用 和和破破 你才晓得 戒律是大自由 戒律是大自在 断我行善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自然就会选择 舒适 欢喜舒适 养心 要养清净心 要养真诚心 要养平等心 要养慈悲心 你懂得养心 懂得养心 又懂得养身 养这个卫生 你的身体当然健康 你怎么会生病呢 就如同这个新加坡 有个许哲局次 他今年102岁了 他常说 我们要长寿 我们不要老 我们不要病 你102岁了 每一天还照顾 许许多多穷苦的病人 每一天忙得不云乐福 102岁 除了头发白了之外 牙齿只掉一个 我再就看不出他的毛病 健康 活泼 跟年轻人一样 所以在新加坡 大家都知道 102岁的年轻人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值得我们效法的 苏使菜梗 尽可充福 何必墙壁之身 损己之负责 何必杀其他的动物 来损自己的福报 这个是决定错误的思想行为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好